大家好 我是移民律师孟小杰 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最近的NIW的一个审理的趋势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移民局的数据 其实有显示说NIW它的申请量有增加 但是同样在增加甚至更加在飙升的 那就是NIW的一个拒绝率 就是NIW现在的拒绝率可以说是 我觉得应该是史高吧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 移民局的一些数据当中可以显示出来的 那我跟大家看一下一组数据 在二三财年的时候 对于那些STEM专业的申请人 STEM专业的申请人呢 总的这个收到的案件是 两万一不到一点 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这个比2022财年总共是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个 要多出了挺不少的 多出了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 还要再多一点 当然没有到翻倍的程度 但是呢拒绝的案件 几乎要翻三倍 拒绝的案件在二二财年的 七百五十个增加到了两千一百二十个 这还是STEM的工作岗位 那如果说是非STEM的工作岗位呢 那从二二财年这个收到的申请 大概是五千九百七十个 二三财年的总的案件数 是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八百十个 几乎要翻倍 然后呢拒绝的案子 从二二财年的八百二十个 增加到了二三财年的三千九百二十个 这个可就不是翻倍 甚至都不是三倍了 这个都都要快奔着五倍去了 这个是非STEM的案子 那如果说 当然这个它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啊 被拒的那个三千九百二十个案子 并不是说都是从这个一万一千八百十个案子里面来的 它也包括一些之前的案子 那如果说它包括的是一些之前的案子的话 那事实上 其实就意味着可能甚至更高 因为以前的案子并没有说案件量是这么多的 那还有一部分呢 它说是不清楚他们到底是STEM还是非STEM的工作 它叫做unknown 那这些unknown呢 在二二财年是两千四百七十个 然后到二三财年也增加到了七千零四十个 这个就快已经是三倍了 然后呢拒绝的案子从四百三十个增加到了两千零十个 也是差不多五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哪怕是STEM 它可能都是增长数不到三倍 但是呢 这个拒绝数翻了三倍 其他的那些不清楚它是不是STEM 或者说很明确它就不是STEM的这个工作的 它的这个增长的水平大概都是要翻翻 但是它的这个拒绝数几乎是要五倍 那平均来讲的话呢 差不多就意味着STEM的它的整个通过率还可以 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左右 但是比它以前的那个更高的那个比例还是要下来一点 其他的呢可能就大概只在百分之七十左右了 就其他的这些非STEM的一些专业 那等到这个2024一整年的这个财年的数据出来 我们可能有更详细的一个数据 但是基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4财年这个趋势并没有放缓 可能是只增加没有减少 那这里呢就会引发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NIW怎么了 它是有什么政策上面有什么调整变化吗 还有呢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去申请NIW 那首先先说一下 NIW的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NIW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政策更新呢 应该是来自于2022年初 那个时候拜登政府刚上台不久 然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 其中一个就是针对STEM的专业的一些硕士和博士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一些我们的博客啊 然后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 这个其实是当时对STEM的硕士和博士特别利好的一个政策 就是很鼓励这些在STEM专业的这些研究生来申请NIW 那事实上在那一年在2022的整个财年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哪怕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些RAW CASE 比方说没有什么引用啊 各位数的一些PAPER啊 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 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成就吧 比方说那种发文章啦 或者说有专利啊 没有多特别那种的 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陈述啊 信啊推荐信啊等等 也都还比较顺利的能够获得批准哈 但是这个趋势其实在尤其是2023年的后期哈 我们是看到了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在今年更加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 那就是对于移民局来讲 这些案件它不再是一刀切的买账了哈 他不会说就因为这个政策 他就他就都对大家有一些放水哈 可能也是和申请量太多了有关 那这个申请量增多哈 它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据我们观察哈 可能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海外的申请人肯定是增多了哈 包括比方说我们看到 直接从比方说现在中国国内直接申请 NW的人其实都要比以前多很多哈 这个可能对于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的机构可能在宣传这些项目会有关系 所以申请的人肯定是变多了 那如果说在这些申请里面 发现好像大家都有一些同志性的东西 它就更容易生疑哈 就会有一些疑问 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呢 其实也和我们看到在美国境内的一些大厂的员工 他们通过公司这边的申请 然后去做了这样的NIW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量哈 这个和很多大厂现在因为受到美国这边的 包括司法部啊等等的一些调查 他们的PERM劳工证哈 传统上大家去拿绿卡通过雇主担保都是走劳工证的哈 劳工证现在很难申请下来 我们就不具体说哪一个大厂的名字了 但是就是那些被调查的那些大厂啊 现在这个PERM几乎就很难批准下来 那这个与此同时呢 这个大厂的律师可能就去以公司的名义去帮员工去 那这个情况下面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是不是这个NIW现在就水涨船高变得很难申请了 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呢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的有看到很多的申请人 会说我听说这个好像我有一个本科学位啊 或者说我有一个硕士学位啊 我就一定可以申请到NIW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因为NIW它本身的要求哈 它不像EB1A 这种就是十条标准给你列在那边非常的明确 所以确实就导致很多申请人摸不清楚 它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那唯一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说有硕士学位 所以就觉得那个是唯一的要求 其实远远不是这样子哈 硕士学位确实是第一步 你这个没有你就要额外的要通过别的方式去证明哈 但是你有硕士学位呢 只是满足了第一步 第二步才是真正的一个难点哈 就是你要证明你怎么去符合这个满足国家利益的 这个要求 那我们看到啊根据刚才说的这两波人群哈 他们不通过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比方说大厂的员工哈 大厂员工最最常见的不通过的理由 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对美国啊 有这个national importance 他只是能够造福于某一个公司 比方说你为某某知名的这个软件公司啊 这个网络搜索公司啊在工作 你可能做的是很好 但是你的工作也只是让他赚更多钱而已 这个移民局看不出来你的工作对于美国来讲 有多么大的national importance 当然有的申请会说哎呀这个很重要啊 我这个技术怎么怎么样 这个技术在现在的美国啊怎么怎么重要 但是移民局会认为说 这个领域重要不代表你的工作重要 要你说这个领域重要就是national importance 那世界上就没有不重要的领域哈 大家都是national importance 不能够这么说哈 所以这个是大厂的这个员工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是不是就没有完全的一个对策了呢 倒也不是哈 但这要分人要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案例具体的分析 但是如果仅仅是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 我给他做了很多事情 您是很难去证明这个national importance的 那再说另外一群人哈 比方说对于那些从海外直接申请过来的人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同样的他们也可能会被质疑这个national importance的问题哈 和刚才一样 如果说你说你要为某一个机构工作等等 你要证明你不是只是让某一个雇主受益 或者说不是只让你的顾客受益哈 不是只让你的客户受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直接申请的申请人 还有一个是他怎么去实现他的这个计划 这个是我们看到移民局对于从境外 直接申请的申请人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询问哈 会有一个质疑 说你怎么来实现你的这个计划 你这个计划是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当然在这个当中因为他的标准比较的主观哈 个别的移民官他可能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并且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看到 有些移民官我不知道他们是可能是同时审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来判断 基本上就是输出啊 你有输出的那个才是价值 你如果只是输入的那个就不是价值 那举例来讲你输入了你去考了个证 这个不是价值 因为你考了个证你并没有直接的对这个社会 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对不对 他只是证明说你获得了这些知识 但是你获得知识它其实性质上仍然是一个输入 所以基本上你要证明你个人的一些影响 它必定是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输出的 你大概从这个上面理解就能够有一个大概 所以很多人来找到我们说我有一个学位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多少年 我有这些这些这些执照是不是可以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 那老实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当然如果在这个之外 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能够证明你在业界的一些影响力的话 那那个时候会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去申请和你早两年 比方说在2022年的时候申请 它的整个政策的环境已经变化了 那有一些可能说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申请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他也能申请下来 其实早一些时间的时候 那可能整个政策环境还没有像现在收紧的 那么严整个申请的量也没有这么多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不排除有的时候有一些移民官 他确实想法就不一样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 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些个案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平均水平来讲的话 现在的NIW他的整个审理的趋势 确实是收紧的 并不是像拜登政府他在整个台面上面说的 那么的要欢迎大家 这个高技术的人才 所以这也是比较讽刺的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一方面看到大量的一些 包括白宫的发言等等 说要欢迎高技术的人才 欢迎AI的人才等等 但是现实层面 他在这些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里面 是有一些收紧的趋势的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